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特别是到了收割季节的时候 唯独这座小山包寸草不生 没有任何植物的生机 于是考古学家觉得这其中有些怪异 就展开了全面的考察 经过调查发现 这座小山包其实是座墓葬地 里面几乎都是一些名胜古迹的古墓外叶 但是古墓里面的陪葬品 却是数不清的珍世奇宝和黄金古董 不仅如此 专家还在这里面发现了许多的木炭 才发现这古墓是用木炭累积搭建的古墓城堡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木炭具有一个防水防盗的作用 是为了防止盗墓者前来盗取陪葬品的 随后考古学家上报国家 获得国家批准后 考古学家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共出土了七千多件珍贵魂物 而根据墓的形制、规模和随葬器库 考古人员确定墓主人是西汉时期的长山丸刘顺 但当时的盗墓贼很聪明 常常跟在考古专家走 一旦有古墓被发现就会连夜盗墓 所以考古队去请求当地驻军保护 防止盗墓活动 以及保护古墓的完整性 刘顺墓的发现 对研究西汉的丧葬文化、礼仪和长山国的历史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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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